今天做一道韩式杂菜 先把黄豆芽、红萝卜丝、菠菜汆烫备用 接着烧一锅水加入酱油,准备煮粉丝 据说这是韩国阿珠玛的秘诀,粉丝会比较入味 把泡好的粉丝入锅煮熟捞起备用 接着起油锅,准备炒料 我喜欢的做法是,一种料一种料,个别个别的炒 加入冬河的白芝麻油、炒香菇丝、豆包丝、黄豆芽 切断的菠菜、红萝卜丝 加入少许盐巴调味 最后将食材倒入 红色、白色、绿色、黑色、黄色都具备了 将调好的调味料倒入 酱油、辣油、少许的糖、胡椒粉 最后将所有的食材拌均匀即可 冬河的白芝麻油是100%的白芝麻去炸的 味道非常够 拿它来做凉拌菜非常适合 推荐给大家 现在冬河自有全品项团购中 连结放留言处 欢迎大家来选购,谢谢 谢谢 好